吐成这起大火,屋主一家从事园艺工作。 疑似是除草用绿泥机里面的锂电池充电起火,才会酿成灾难。 而近五年来,已经发生了435起锂电池火警。 那么,平时要怎么使用才安全呢? 消防署建议,别放在床上,也不要在睡觉的时候充电,并且要远离潮湿、高温等环境。 还有出现过热、膨胀的状况,也要停止充电。 如果不幸发生火警,建议以灭火器先自救。 出家拉起封锁县,吐成这场大火后,屋内变得残破不堪,案发屋主一家从事园艺工作,这回出现火灾,疑似就是生财器具,粗草用绿泥机装载的锂电池造成。 原因不是花花草草要修剪嘛,不是背在后面,背在后面的时候要修花、剪花的那个,听当事人他女儿是说,大概他们可能睡前十二点都才去充电嘛。 锂电池用途逛,原因设备能用外,各类电子产品也都被使用,但引发的灾害过去一直有,从手机、平板、智慧手表,到电动、自行车等等,都曾发生锂电池活进。 光是近年这类火灾就有435器,卧室客厅多为起火点,造成久死105人受伤。 你的电池是非常热的,那个情形是建议你应该要暂停使用,不然过热的话,它有可能就是会造成热失控而烧起来。 使用锂电池风险不可不知,消防处提醒,产品有瑕疵或使用方式错误,像是放床上充电,把电量耗尽,采充电等,一击重摔撞击,是过去诱发活进三大常见主因。 万一碰上锂电池突然起火爆炸,第一时间自己能如何处理? 我会建议你用灭火器,但是它有可能复燃,那你要用大量的水去跟它冷却。 锂电池怎么冲才安全,消防处建议别离开视线或睡觉时进行,高温潮湿环境也是NG地点,只要发烫膨胀更是一大警讯,随着锂电池应用越来越普及,平时做好防护外,万一碰上意外,用对方法自救也能避免灾害扩大。 记者春冠讯,邱福财,新北报道。